我现在在山东的林兹 这个地方有一个七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案 这里面有一个七国都称林兹的古城墙和一段排水道口 那个排水道口已经3000年了 那个排水道口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世界领先 前面那个龙起的土堆就是七国都称林兹的城墙 那个已经2500年历史了 它那个城墙的走向是南北走向 我现在是在这个城墙的崎面 那个排水道口就在这个城墙的下面 在去看那个排水道口之前 我先把我自己的位置说一下 这个图是就是七国古都林子的一个平面图 这个七国古都分两个城 一个大城一个小城 右上角这个框里面 这个叫大城 这个左下角这个小城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这个右上角这个 这个大城是在古代叫郭 就是平民跟官员商人住的地方 这个小城就是相当于皇城 它这个右边也就是城的东边是滋河 然后西边呢是这个汐水 然后现在这个排水道口啊 残留的这个城墙就在这个红点这个地方 就也就是说西城墙 这个大城的西北角 这个七国古城的遗址啊 下面也就是它的南面是几清高速公路 你如果去从济南去青岛的话 一般都会路过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燕影种啊 我已经去拍过一个视频了 感兴趣的可以在我视频里搜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城墙和排水道口的一个局部图啊 这个是城墙 这个是南北走向 这是北 这是南 然后下边这个城墙下边就是这个排水道口 这个等于是那个大城的城里面 然后这个是西水河 这个城市里边的污水啊 就从这个排水口排到这个西水河里面 好了 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出水道啊 这个宽的话是8米2左右 然后高的话是2米8 这上面一共有5个出水口啊 这个是全部用这种石头砌起来的 这是它的出水口啊 这个长宽的话在四五十公分左右 这个是通过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在古代的话 这个城墙是有防御作用的 如果能轻松的钻过一个人 这个城墙就基本上等于失去它的防御作用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这个排水道口的高明之处 它这个外面这个口啊 你看是一个个排的还整齐啊 其实它里边那个石头是错开的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根直通的一根管 只可以过水 人是过不去的 所以说这个排水道口啊 既有排污的作用 又有防御的作用 现在里边已经淤堵了 因为很长时间不用了 这个地方 我现在这个城墙的另一侧 也就是它的东侧 这个在古代的话 就相当于是在城内了 这个是排水道口的进水道 这个进水道跟刚才那个出水道 它两个尺寸差不多 但这个进水道下面 摆了这个四行石头 然后隔成五个水道 这个四行石头下面呢 还铺了一层石头 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因为它这个河流流的时间长了之后 它下面会产生一些淤积啊 你如果隔成这个比较细的五个水道啊 它这个河底的这个水流会加快 也就是说它这个起一个轻淤的作用 这个是排水道口的一个三维模拟图啊 因为中间这部分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进水道 这个是出水道 还有一个它这个进水道啊 是外边是宽的 然后越往里越窄 这样然后跃到这里面呢 这个水流的速度越快 这样也是起一个自动轻淤的作用 这个三维图就表现得很清楚啊 这是那个进水道口啊 一二三四 然后四行石头 然后形成五个小水道 然后这样是外边宽 然后里边窄 这样水流越来越挤到里边 然后这个河床呢 水流比那个平的河床水流也要快 也是起一个轻淤的作用 这个排水道口已经三千年了 在当时的话 世界上绝对是领先水平啊 因为一个城市 如果没有科学的这种排水系统 就不能成为一个城市 有城市的话 经济才会发展 科学才会发展 才有文明的进步 齐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 林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